歡迎加入世足夠精彩 等我其實看了這麼多場比賽啊 我覺得這個法國的前鋒姆巴佩 他這個射門的厲害 就是非常厲害 因為他真的非常多球 所以最佳射手應該就是非他莫屬了吧 事實上在歐洲的足壇呢 其實姆巴佩真的可謂當今第一人 尤其在梅西跟C羅呢 他們已經年紀逐漸大了之後 其實大家都開始看姆巴佩他的場上的表現 不過我們要告訴你 FIVA最近有一個統計 是姆巴佩可能不是這一次最強的射手 怎麼說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卡 這張圖卡呢上面所顯示的就是FIVA 在這一次呢所做的數據統計 還記不記得這顆足球 它裡面其實是可以記錄 所有足球場上的一個動向以及距離 甚至還有威力 因此呢FIVA就做出了這個統計 在這一回呢你可以看到 墨西哥的這名中場球員 他的名字叫做查維斯 他曾經呢在比賽當中 就提出了現在29.19公尺的一個 自由球射門距離 重點是在於後面的這個射門速度 他的速度相當之快 是每個小時可以到121公里 因此呢這樣子的一個速度呢 也讓FIVA發現了他其實 或許是這一次最佳的射手 不過呢我們通常在講最佳射手啊 還是指在場上的一些臨場表現 甚至還有踢進球門的機率 所以這份數字僅供參考 不過呢如果要討論到這一回到底是誰踢最遠的話 你可以看到呢現在圖卡上面的這一名球員呢 他其實曾經在對上加拿大的時候呢 他提出了32公尺 是這一次賽會當中最遠的一個射門距離 這兩個數據 或許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來做參考 那其實外界不只關心球隊 球場也是一大重點 卡達為了舉辦世界盃足球賽呢 在過去十年就砸下兩千兩百億美元 超過新台幣六點八兆來建設包含了球場 飯店地鐵等等 創下有史以來最昂貴的世界盃 不過砸大前舉辦世界盃的卡達 目前只接待將近七十七萬名的旅客 那是低於原本的預期 可以吸引一百二十萬名的旅客來訪的目標 那世界盃舉辦十七天來呢 是已經接待了七十六萬五千八百五十九名的旅客 但現在一半以上旅客是已經離境了 那由於剩下的比賽只剩下八場 未來遊客激增的可能性不大 那恐怕低於卡達賽前推算 是可以吸引一百二十萬名的旅客來訪的預期 我報導也指出國際遊客呢 少於預期 雖然是避免了卡達出現嚴重的交通堵塞問題 但是住宿方面出現過剩 那這一屆的世界盃辦在中東 從門票 住宿跟酒類等都被認為價格過高 導致這個銷售是不如預期 好 當然台灣的觀眾朋友呢 沒有遠赴卡達這樣子的壓力啦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告訴您 你不在卡達還是可以湊熱鬧 在十二個小時之後呢 即將就要有比賽登場了 包含你現在圖卡上所看到的克羅埃西亞 對上巴西另外還有我跟凱中 已經擋住了這場比賽 將會是在隔天的凌晨三點鐘 荷蘭要對上我們兩個今天都穿一樣的球衣 阿根廷的球衣 究竟這兩場比賽會踢得如何呢 稍晚就可以見真章了 那另外在十號的晚上其實還有另外的比賽 也就是摩洛哥就是唯禁級的非洲國家 對上葡萄牙 外界很關注 這一次呢 希羅能不能在葡萄牙再是 用先鋒的這個進行呢 因為記得嗎 上次葡萄牙對瑞士的時候 希羅是替補球員上陣的 那如果呢可以挑夜燈的觀眾朋友 可以看這場英格蘭對法國也是相當精彩 因為法國是上屆的衛冕冠軍 那這兩個呢都是非常強的強隊 那這一場這個四種的組合比賽呢 也推薦給觀眾朋友來關注 那我們先把時間換給主播